開車通過路口明明是同方向 前方一輛轎車竟然停在快車道等紅綠燈 讓駕駛差點懷疑自己到底是誰逆向 駕駛是一位阿伯年紀目測80多歲 開動逆向在快車道動彈不得 如果車輛全部放慢速度就怕出意外 還有機車乘客驚訝到不斷回頭 他應該是從右邊的建築物開出來 當時車子很多 這位長輩他當時也很緊張 15號下午4點多 抖六市雲林路二段 80多歲阿伯一度迷失方向 剛好當時是下班時間 車流量很大 他緊張的停在車道上 幸好最後平安脫困 是那個排檔的動不了 排檔動不了 剛剛是誰開車的 沒有啦 80歲了 同樣是高齡長者上路 排檔桿卡住 車就停在路中間 將近半個小時造成車輛回堵 駕駛80多歲阿嬤滿臉交集 信號警方獲報到場 30秒就排除故障 把車開到路邊成功化解危機 記者六面臨是心理雲杰 雲林台中綜合報導